台北市長柯文哲和吉祥物雄讚 頭戴VR裝置 虛擬實境站在內湖金面山剪刀石的邊緣 瞧望壯麗的美景 呼籲大家秋天到來 一起挑戰台北市的山區步道 能不能把這些管理的135條步道 把它整理以後 變成一個叫台北大眾走 那這個大概整理以後 目前這個地圖上看起來 它有92公里 台北市大地工程處 規劃台北大眾走路線 總長92公里 海拔高差1120公尺 包括山林縣 古道 護道 山徑 市區道路等 沿途都有標示和飲水機 不只市民喜歡來爬山 還有許多外國觀光客慕名而來 其實全世界在30分鐘內 可以洗溫泉又可以看海的地方 沒有幾個地方 所以這個台北市生態相當豐富 所以很多外國人來台灣 也不是說只有叫他去看龍山市 也可以讓他有個選項 就是說去走這種登山步道 這個也變成台北市的一個新興的產業 大地處強調 台北市步道系統完整建立後 不但能帶動生態導覽 運動產業等相關領域發展 民眾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也能間接降低健保支出 一舉兩得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